大家好,我是Mr.Edmondso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HKDSE 2016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ssion 8 Question 6 請來畫面的訊息 如果你們未曾理解我為何要做這輯影片 又或者你如何正確地使用此影片 請你Posture畫面 Otherwise, we can go on 好,第六條,你看回題目 它一劈下來就有條的Paranomial 它就告訴你這個Paranomial 是Divisible by 2x加1 OK 由於我們看看Paranomial 就要有Constant去尋找 最後就是找完了Constant 我們就要再解決到底 當Paranomial除以2x加1的時候 remainter是多少 好,看看何謂這個remainter period 我們很多時候會用這個例子來解釋 首先第一件事,我們會把除數的寫法 轉為一個叫做 Division Algorithm 一個叫做除法算式 可以寫得出來 例如23這樣 23可以寫23除7等於3如2 又或者我們轉一個角度 看看23,7,3,2 這個有什麼connection 可以寫23,7,3,3,2 OK Paranomial的情況是一樣的 OK 我們也想到一件事 Paranomial裡面 就是 我們能夠設定到除色等於0 的話 即是有某一個值 設定到除色等於0 我們就可以自動找到remainter OK 這樣說好像比較虛 我們看看實一點怎麼做 好了 譬如現在我們要知道除色就是2x加1 那我就找到所謂的相關的x值 可以嗎? 當x等於-0.5的時候 根據這個Division Algorithm 除法算式 我們就可以得出了 它的餘數應該是0 那餘數怎麼知道是0 因為它說是Divisible 即是被除得準 即是說這個2x加1 除以2x加1 除以2x加1 是除得準的 所以餘數是0 好了 我們有了這個所謂的x值 就會是-0.5 那 塞完下去 我們計算一下k 就會等於5 那整條的Paranomial fx就會成為4x 加5x 再加3 OK 好了 現在fx就除了什麼 除以x加1 那我們又將x加1 這個Divisor sorry Divisor 將這個Divisor 設定為0 那就是說 找到它相對的x值 就是說 當x等於-1的時候 整個x加1 就會等於0 這個值 OK 那找到相對的 所謂的x值的話 就是說 當x等於-1的時候 整個除色等於0 我們也會找到 remaiinder 那這次實施完之後 計算是-6 那應該是答案是b 大家收聽吧 那我看看 這個白頭弓女話當年 那所謂的當年 就是2013年的 那我就找回 13年的 其實你看我經常 什麼白頭弓女 其實我因為 是找回舊的影片 舊的PowerPoint出來 改改改的 你看看一鬼模 和一鬼樣的 OK 好 那如果你覺得我的工作 是敲服的話 麻煩你 分享出去吧 我之後能夠教導你一點點的知識神 教導你生命 有緣的 我們在其他地方再見 啊不對喔 有緣的在樓下市 大家一間教會見了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